爸爸爸爸 你快出来呀 出来送我们去上学啦 哎呀 来来来啦 爸爸这就送你们去上学 佩奇小智 准备好了吗 爸爸带你们去上学去咯 好嘞 爸爸没问题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好的好的 出发出发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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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爸爸爸爸 哎 咋回事呀 爸爸咱就自己走了呢 我们两个一动都不动的呀 爸爸爸爸 你快回来 快回来呀 嘟嘟嘟嘟嘟嘟嘟 佩奇小智 到学校了 快下车吧 老师 我把佩奇和乔治给带来了 嗯 朱爸爸 佩奇和乔治在哪呢 哎呀 老师呀 你看 佩奇和乔治不就在这后面吗 哎 佩奇乔治呢 怎么回事呀 难道是在路上弄丢了吗 哎呀 爸爸 你咋跑那么快呢 我们两个还没上车呢 哎呀 佩奇乔治 你们怎么没有上车呀 哎呀 爸爸 我们两个在后面跑呀跑呀 你都没看看我们俩你就走了呀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佩奇乔治 爸爸刚刚想起来了 那天把螺丝给卸下来了 哎呀 忘记了 哎呀 害我们跑了大半天呢 哎呀 下次不会啦 不会啦 你们快去上学吧 别迟到了 乔治啊乔治 这一天天的你竟不让人省心 今天偷偷跑出去玩 昨天偷偷跑出去玩 天天都要出去玩 每次出去玩之后呀 还玩很晚 今天你只准在这客厅里面待着 要是我回来看见你不在了 我可有打你的小屁股了 嗯 不 妈妈妈 我要出去玩出去玩 妈妈 你快回来呀 乔治 乔治 别哭了 哎呀 妈妈这不是为你好吗 你看 奶奶给你带个大披萨哟 哇 奶奶奶 你给我带个大披萨呀 太好了 乔治 乔治 你看 爷爷来了 爷爷给你带个棒棒糖哟 哇 爷爷 你给我带了棒棒糖 奶奶给我带一个大披萨 真是太好了 乔治 乔治 你看 姐姐给你带一个小汽车哟 哇 太好了 乔治 乔治 你看 爸爸给你带了一个小青袜 哇 既然有这么多 人给我送这么多礼物 又有好吃的 又有好玩的 还是在家带着舒服呀 又有吃的 又有玩的 我不出去玩了 哎呀 这该怎么办呀 我给娃子们买的汤 撒了一滴 天哪 我这要捡到什么时候呀 弟弟弟弟 我们快去帮帮老爷爷吧 可是姐姐 天都这么黑了 我们还不回家 爸爸妈妈会担心呢 弟弟 可是妈妈说过 我们要做一个乐意众人的好孩子呀 你看老爷爷年纪那么大了 如果他一颗一颗的捡多了呀 我们快帮帮他吧 那好吧 那我们这样快帮爷爷捡完 然后我们就快点回去 这样妈妈就不会担心了 好的 好的 老爷爷 老爷爷 我们来帮你捡吧 这样很快就会捡完了 好呀 好呀 你们两个真是个好孩子 这个放这里 还有这些放好 终于捡完了 小朋友们 真是先护你们了 来来来 爷爷请你们吃一些糖果 老爷爷 老爷爷 不用了 既然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我们要帮他回家 不然我们的爸爸妈妈会担心的 哎呀 这两个孩子怎么还没回来呀 妈妈妈妈 我们回来了 妈妈对不起 我们回来晚了 让你担心了 谢谢乔治 你们两个 这是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又贪玩 玩的忘记时间了 不是的不是的 妈妈 我们是在回家的路上 帮助老爷爷 这里才会来玩的 妈妈 你就原谅我们吧 哦 原来是这样呀 你们两个真是妈妈的好孩子 对啦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们乐于助人好吗 如果好 就发送小红星吧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你的爸爸妈妈呢 呃呃呃 佩奇 说不定这是没人要的孩子呢 我们快走吧 小张势 不行 我不能不管他 我得把他送到汪汪队警察局 嗯呢 那我不管你了 我就先走了 小朋友 小朋友 走 我带你去汪汪队警局 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阿奇警察 还没找到我家孩子吗 真不好意思 熊妈妈 还没有找到呢 我们再等等嘛 我 我家孩子 之前受过伤 所以失忆了 这 这个怎么办呀 阿奇警察 拜托你再帮我找找吧 阿奇警察 阿奇警察 我在路边捡到一个小朋友 你看看谁家丢小朋友了吧 小熊小熊 你 你去哪里了呀 呃呃 别哭别哭 妈妈这就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我们回家吧 等等等等 阿奇警察 你确定他就是小熊爸爸的家长吗 这个小朋友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万一他是坏人可怎么办呀 哈哈 佩奇 你就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不过你这么善良 我相信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都会给你发送小红星的 啊 真的吗 是真的 小朋友们 你们快给这么好心的佩奇 送一些小红星 鼓励鼓励他吧 对啦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不管你们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迷路了 你们都可以去警察局 找警察叔叔哦 姐姐 这都几点了 妈妈怎么还没来叫我们去吃饭呀 对呀对呀 妈妈弟弟 那么快去妈妈那看看吧 好呀好呀 走吧 妈妈妈妈 你怎么还没起床呀 佩奇瞧着 妈妈今天我不舒服 不能起来给你们做饭吃了 那妈妈妈妈妈 没问题 今天我们两个来照顾你吧 对对对 妈妈你放心吧 今天我瞧着给你做好吃的 弟弟 你知道做什么吃的吗 当然啦 姐姐你就等着瞧吧 我一定会做出特别美味的美食 弟弟从来没做过好吃的 还是不放心 要不然我去做一点正常的食物吧 嘿嘿 看我这个好吃的巧克力 还有糖果 还有面条呢 都超级好吃 我要把它们全部混合在一起 来去给妈妈吃咯 妈妈妈妈 你快起来 我给你做了一些好吃的饺子 你快尝尝吧 妈妈妈妈 我的美食也做好了 嗯 调制可真吧 还给妈妈做了美食 我看看 嗯 那妈妈还是吃配齐做的吧 啊 为什么呀妈妈 难道我做的不好吃吗 不是的 你的每一样分开都很好吃 但是混合在一起 就是一种奇怪的味道 嗯 那好吧 看来我还是不适合做吃的 没关系没关系 你有这个心呀 妈妈就很开心了 而且你现在还小 以后长大了 再慢慢学东西 做给妈妈吃吧 嗯 妈妈 我以后一定要学姐姐做很多好吃的 对啦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爸爸妈妈生病了 你们会不会照顾他们呢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大家快跑 将尸又来了 啊 原来大家这么讨厌我呀 不想和我一起玩吗 小僵尸 你又不是不知道 每次和你一起玩 我们几个总会被你爸爸教训 哎呀 天快下雨了 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小僵尸 你不要再来找我们玩了 嗯 嗯 佩奇佩奇 我们刚说话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明明小僵尸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呀 嗯 对呀 要不然我们去跟他道歉吧 哈哈 看来我的魔法已经生效了 小僵尸 小僵尸 你怎么了 是不是佩奇他们不和你一起玩呀 你怎么知道呀 因为我早就听说他们有这个想法 不想和你一起玩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他们想好的 就是要让你相信 啊 什么 他们真是太过分了 你难道不想用自己的办法 教训教训他们 我可以帮你 我要教训他们 我们走 小僵尸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要跟你道歉 我们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你的 对不起 你们小僵尸 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 小僵尸 她是乌婆婆 她是坏人 你不要相信她说的话 我们是好朋友呀 那我应该相信谁呀 要不然我来问问手机钱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应该相信佩奇 还是应该相信乌婆婆呢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告诉小僵尸 我们是好朋友 拜托你们了 佩奇佩奇 看妈妈给你买来了好吃的 还有饮料 你就乖乖在这等妈妈 妈妈再去买点东西 马上就回来 你可不要乱跑哦 好的好的 妈妈 我知道了 诶佩奇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哇还有好喝的饮料 我要吃我要吃 快给我 小怪兽不行 我只有一个棒棒糖和一瓶饮料 我给你了 我就不能吃了 哼 我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 都给我吧 小怪兽小怪兽快回家了 好的爸爸 诶佩奇佩奇 你怎么在这哭呀 怪兽叔叔叔 怪兽叔叔叔 小怪兽把我的好吃的都给拿走了 小怪兽 你怎么没经过佩奇的同意 就把佩奇的零食都拿走了 快把东西还给佩奇 爸爸平时怎么教育你的呀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怎么能强行拿走呢 快点还给佩奇 我不 我就不还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看来爸爸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呀 别别 爸爸爸爸 我知道错了 你知道错了是吧 那快把东西还给佩奇 还要给佩奇道歉 嗯 爸爸 我知道了 佩奇佩奇 对不起 我把东西还给你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没关系没关系 小怪兽 你知道错就好了 既然你想吃 那棒棒糖分你一个 我喝饮料就好了 哇 太好了 有棒棒糖可以吃了 谢谢你呀佩奇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这样教育小怪兽做的对吗 如果对就发送小红星吧 怪兽哥哥怪兽哥哥 蝎子巾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快跑吧 哈哈 怪兽你们是跑不了的 还是乖乖把佩奇交给我吧 不 我不会把佩奇交到你手里的 我们快跑 太好了 佩奇 我们成功了 哈哈 想逃出我的手脚心 可没那么容易 不好 佩奇 蝎子巾追上来了 都怪我 都是我让你出来玩 才会被蝎子巾发现的 你快走 不用管我 不行不行 怪兽哥哥 要走我们一起走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佩奇佩奇 你先走 哈哈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 都乖乖跟我回去吧 蝎子巾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新研发成功了能量玩 你是动物王国最善良的小朋友 所有人都愿意和你玩 只要我控制了你 整个动物王国就会听我的了 哈哈 蝎子巾 你快放了我们 不然奥特曼哥哥来了 肯定会教训你的 我才不相信奥特曼会来了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小红星 帮我们通知奥特曼哥哥 来救我们吧 咻 蝎子巾 你又在这做什么坏事呀 还不放了佩奇和怪兽 看我的奥特曼光波发射 奥特曼哥哥 你终于来了 谢谢你救了我们 不客气不客气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帮忙哦 哎呀 这两个小猪可真能睡 这才几点钟呀 就睡着了 刚刚看见猪爸爸和猪妈妈出门 我就放心了 这会你们就跑不了了吧 魔法魔法边 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猪妈妈呀 皮小致 起床了起床了 别睡了别睡了 你看六眼中了 快些跟妈妈吃晚饭去 哎呀妈妈 你和爸爸先吃呗 等我和姐姐睡醒了 再吃也不吃呀 哎 我本来想说我们一家人出去吃 姐你们都在这睡觉 那算了吧 哎妈妈 要出去吃吗 那我起来 那我起来 妈妈妈妈 要出去吃吗 那我也起来 我也起来 那好 你们起来吧 起来咱们马上出发 哎 等一下等一下 瞧着 妈妈不是告诉过我们 今天晚上是鸡腿吗 咋想着出去吃了呢 哎呀 或许是妈妈今天心情好 出去吃饭呗 你们觉得 是不是我的猪妈妈呢 要不是的话 给你小猴星告诉我 要是的话 就发送666吧 这样你们说出来 我才会相信她 瞧着瞧着 我来找你玩了 奥特曼哥哥 快坐快坐 哎呀 瞧着瞧着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不舒服呀 我有点头疼 奥特曼哥哥 我摸摸 啊 你生病了 快起来 我赶紧说你去医院 瞧着瞧着 你站在这干什么呀 怎么不干活呀 妈妈妈妈妈 我今天不舒服 所以就没有做家务 瞧着 你一天天的 就只要吃 做个家务 还这不舒服 那不舒服的 赶紧去干活 瞧着妈妈 瞧着明明生病了 而且她还这么小 你怎么能让她 做家务呢 佩琪 刚说了 她是你的弟弟 你是姐姐 应该这些事情 都是你做呀 小奥特曼 这些事就不用你管了 我们知道怎么解决 对了 瞧着 你的妈妈和姐姐 怎么会这样对你呀 我也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 他们就这样对我了 你看他们头上 怎么有一团黑色的光呀 难道他们中了黑魔法 真的吗 奥特曼哥哥 那你快救救 我的妈妈和姐姐吧 好好好 瞧着瞧着 别着急 看我的奥特曼光波发射 呸呸呸呸 诶 奥特曼光波 怎么发不出去呀 难道我的能量不足 这个怎么办呀 瞧着瞧着 别着急 我有办法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猛星 为我们补充能量呀 拜托你们啦 诶 瞧着 今天周末 你怎么没出去玩呀 对啊对啊 你怎么没有去找 你的好朋友一起玩呀 太好了 我的妈妈和姐姐 终于恢复了 对啦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帮忙哦 啊 今天我要来泡澡肉 今天我要泡一个沐浴泡 我要把它给挤上去 挤得多多的 多挤一点 这样泡进去 肯定很舒服 好了好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要跳进去咯 诶 乔治乔治 你干嘛呀 姐姐 你看 我呀 要洗沐浴泡呦 诶 乔治 你这个是沐浴泡吗 这不是吧 这个是爸爸的T恤泡呀 要是爸爸知道了 肯定打你的小屁股 啊 这是T恤泡吗 我还以为是沐浴泡呢 这咋办呀 要是爸爸知道了 咋办呀 诶 乔治 祝爸爸回来了 啊 爸爸 你回来了呀 哎呦 乔治 你咋这么紧张干啥呀 爸爸对不起 我本来说要泡澡的 急有点沐浴泡 可是没想到 急错了 急成你的T恤泡了 哎呀 这么多T恤泡 我得踢多少胡子呀 哎呦 好心疼呀 爸爸爸爸 我错了我错了 你不要打我的小屁股 哎 看你认错的 态度还不错 好吧好吧 那就算了 嘿嘿 我就是打爸爸 不会打我的小屁股的 但是你以后不能吃零食 剩下的亲 又给我买T恤泡 好的好的 我同意 就不买我的零食吧 反正我是姐弟的旅行哦 诶 乔治 你